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标股及先锋 我是张怀茨 美股上个礼拜五是涨跌互建 不过台股早盘强势开高 可是好景不长盘中卖压出龙 台积电由红翻黑 拖累指数是跌破平盘 中场下跌了150点 而未来行情到底要怎么观察呢 替你请教专家 是我们的资深分析师林中翔 中翔老师 怀茨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好中翔老师就要请教你 今天贵买指数似乎表现得比大盘指数 更弱一点点 尤其是之前比较强势的中小型股 出现了比较大的修正 那到底现阶段我们的持股 应该要做哪些策略上的调整呢 好首先上个礼拜五涨150点 对不对 今天跌了 上个礼拜五涨155点 今天跌了150点 又一场空 同学 最高沙滴最高沙滴 我就告诉同学 细光指 对不对 我们只做华星光 有的老师在那边 坐轿的坐轿 上全跌停板 再坐轿 一天到晚再坐轿 坐到跌停板去了 连亚上个礼拜震荡很激烈 我说我们要做就坐当冲 对不对 我们没有进场 一下跌停板 华星光今天还没有跌 同学你会不会觉得老师的选股功力是一击棒一击棒一击棒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是不是 涨198点 最多跌184点 收盘也跌了150点 最后一盘谁在杀 最后一盘就是台积电 对不对 台积电 今天我有连线 对不对 三例连线 我说那个死川普 又在跟台湾要什么 保护费 台湾人不要那么 不要那么猪头好不好 这川普凭什么跟我们要保护费 但是 他说要保护费 台积电就蛮惨 台积电你要知道 美国A2是涨的 但是我也告诉你 台积电也不会大跌 记不记得我在这里告诉怀迟 对不对 815水泥漆叫你买 对不对 888我叫你买 1000块以上我就跟你讲 没有必要买 对不对 本来就这样 你以为台积电 就会涨到1500 2000 同学没有那么快 好不好 没有那么快 细光子每个老师都在讲 还在坐教的 坐教那一个老师 我不知道到底跑到哪里 坐到哪里去 上全在坐教跌停板 看一下 是不是杀下来 上全说实在了 没有道理比华信光还贵 我讲实在话 对不对 你看上全是不是打到跌停板 但是同学 联雅是不是跌停板 对不对 联雅是不是跌停板 上面都有一根长黑 都不太漂亮 但是同学 华信光 老师收盘涨上来 我们今天是高出 还没有低买 今天高出低买多漂亮 对不对 华信光我们从多少钱 100块就告诉你要买 我们130也照买 看一下130也照买 看一下130 对不对 131兆买到148 我们152还在买 但是152买的当天就冲掉了 冲冲热 冲冲热 所以我们没有套牢在152 因为我们当天就冲掉了 对不对 今天我通知同学通知会员说 今天一开盘 143块我们就出了 今天出了很可惜 你看143块一定卖得到 这里有一次到143 这里尾盘又有一次到143 卖掉以后 下次回来要不要再买 要啊 华信光啊 还没有走完的啦 同学我在这里跟你讲的话 都实实在在 那很多同学 再次打电话进来 我说有一些粉丝 他买光胜 我说光胜不是不能买 你买的位置要对 你在这里买是OK的啦 均线纠结多头排列 你买在这里就不太OK啦 那老师 那如果跌回来光胜能不能买 光胜其实是 细光子里面赚最多的 所以光胜还是可以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好不好 我还没叫你买哦 不要说老师说 注意你明天开盘试价买哦 到时候赔钱不要怪我 对不对 那一天 华星光 有的人开盘试价 当冲65张 不要怪我哦 我没有叫你买那么高哦 同学看我 我的节目哦 标的我选给你 买卖点 我来掌握嘛 对不对 你就喜欢自己做 自己做到最后都是追高 对不对 同学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跌了150点 来跌了150点 然后我跟你讲 这一条叫做季线 下面有月线 季线月线是不是都往上走 所以 大跌也不至于大跌 也不至于大跌 但是选股票也很谨慎 我问你啦 你如果万一买到上全 去帮人家做教 我告诉你不用做教 大概就 躺进棺材了 对不对 所以同学 股票市场 你要了解 每一支股票是不一样 你看这个月线季线往上 IP股要动了 IP股老师 今天IP股也不强 我们看一下今天IP股 我有跟你讲 我有跟你讲 对不对 力望创新高你不要追 但是如果打回来 打回来到相对的位置 站一站又会往上 KD指标再往下 你不要急 对不对 再来看一下 上个礼拜五四星 是不是跌了一百块 今天有跌吗 今天没有跌嘛 对不对 同学三千块 我叫你不要买 两千块以下 我叫你不要卖 我是为你好啊 老师 我买在两千四 两千四有机会回来 老师你带我做一趟 当冲我就参加会员 我们今天没有冲这一支 但是我们持股虚霸 老师可不可以冲 当然可以冲 当然可以冲 那你看一下 创一 老师创一每天都开低走高 开低走高 老师今天 结果拉到盘上 又杀下来 创一在这里 你注意看一下 这一条叫季线 他第一次创到季线 拉回来月线 然后就沿着五日线走高 他在一千三附近会震 因为这里有一个缺口 所以你不要追 这支股票如果哪一天开低的 你就去买就可以当冲 冲冲热嘛 上个礼拜五收最高嘛 今天就稍微震一下嘛 他要等这个叫月线季线 在这里开始往上走嘛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艾普 艾普今天最高拉到321 123到台湾 321不要追 好注意到了 今天艾普拉上去 拉上去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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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拉上去我有一些会员 在这里就说 老师321要不要买来做当冲 我说不要急 我说如果你有的话 320以上你要出就先出一趟 308再买回来 这个当冲可以冲 但是明天做法不一样了 因为他的季线 开始有扣底低档值了 所以明天开个小高 很有可能就直接拉上去了 因为他季线 你看到这条季线没有 季线未来扣底在这里嘛 月线扣底的位置都是低档 现在就等一根带量 他现在都没量啊 我看没量 没量的股票你要怎么做 如果早上拉高 你就千万不要追 千万不要追 尤其还有投信 投信最近 第一金你们知道吧 第一金本来是把艾普 纳入 这个00多少的 最近有一点要剔除的味道 就是他不要 那不要的话艾普在这里 会等第一金 这一些券商进出 把它卖掉以后他才会动 所以你不要急 在这里部分的投信 把它卖完之后 很有可能 年底以前 就从300 到350 到400 干这我做就对了嘛 反正现在没有人讲艾普 全市场哪一个老师讲艾普 每个老师都说艾普做空就对了 每天开高你就空 收盘加你去补 开高你就空 收盘加你去补 对不对 那哪一天开高 结果你去空他 结果他不打下来 一路拉上去 就开始轄空了 就这样啊 如果他知道你要空 那每天他开高给你空 你以为 这个公司派的主力都是呆子 怎么可能啦 对不对 看一下 资源 9月1号 11月1号 在这里 资源也跌不太下去了 也跌不太下去了 M31在这里也跌不太下去了 安国也跌不太下去了 神盾盘中还拉到平盘以上 也跌不太下去了 那老师可不可以买 老师不能买 股票可以买 好不好 所以同学不要着急 老师在这里跟你讲 加赖分享标股的攻击模式 看一下 我在这里告诉你什么 量是价的先行指标 新唐底部爆天量 新唐 哦 搞一个五万多张的量 老师 你们新唐买了没有 还没有 看一下新唐 收94块 跟我想的一样 老师为什么收94块 你看一下 为什么收94块 我们还没有买 所以测标里面就没有讲 来看一下 94块对不对 上个礼拜五 是不是拉到102块半 这一天收涨停 是94块1嘛 对不对 同学注意到了 他的月线季线 在这里低档 已经开始黄金交叉了 爆大量 对不对 外资卖 外资买在这里 外资卖 等到外资这些筹码 稍微安定一点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了 对不对 就可以开始来做了 那老师除了这些股票 还有什么股票可以留意 力旺嘛 多头格局嘛 前三季赚17块嘛 创意嘛 多方控盘嘛 艾浦嘛 量收投信卖嘛 需量来化解嘛 市新外资大卖嘛 11月1号要财报 今天几号 怀石今天几号 今天 10月28号 那11月1号很近了 28 29 30 31 因为10月大嘛 11月1号 对 就是这个礼拜五 所以这个礼拜 以前 四星 四星 艾浦跟资源 不会大跌 但是 你也不要 涨了十几块钱再去追 低买 好不好 同学 威胜 外资连 低点有限 你看到那个死外资 是不是在卖威胜 我问你今天威胜 有没有点 老师 我今天当冲威胜啦 我买16.5啦 我尾巴把它冲掉啦 拍拍手 放烟火 恭喜你 我跟你讲 威胜他也要公布营收了 他营收已经公布了啦 他营收不错啦 10月29号董事会啦 他比较快一点啦 他不是11月1号啦 董事会啦 ASIC的晶片出货 所以威胜强谈啦 對不對 很多投資朋友看衰威胜啦 威胜 现金 我跟你讲 威胜他有 發行GD2定价122块多嘛 所以你如果卖在120块以下 那你要自己打屁股啦 屁股拿出来 打一下 就不要卖低好不好 因為他發行GD2還蠻多的 我們看一下他發行多少 來看一下 威胜GD2 威胜海外GD2 順利定价完成 股價 他衝漲停140塊 那我不是叫你140塊去買 對不對 威胜此次完成海外存托品證 GD2的發行 每股單位GD2代表5股 威胜發行普通股 所以他的定價普通股大概是122元 他發行很多 所以同學 威胜122以下 你就不要賣了 那你去放空的你就自己看看吧 我沒有意見 威胜我們是從80塊開始做的 做到180 來來回回做了好幾趟 我們每次進出都賺錢 對不對 因為我們不追高 所以我們都低進高出 低進高出 非常的好做 我們不追高我們就不會賠錢 那同學去追高就會賠錢 那同學又不買華新光 非要去買那個上拳去做教 做到跌停板 要不然那個聯亞很多老師在講的 聯亞九十幾塊 我在電視上我也講過 九十幾塊漲到398 你還敢買 那你我老師佩服你 你是第一名 對不對 九十幾塊漲到398 漲了四倍了 對不對 還有老師跟你講說 還有還會再漲還要再買 我沒有意見 我真的沒有意見 或許哪一天我會去買 聯亞 但是 不是今天 不是禮拜五 也不見得是明天 好不好 同學也不見得是明天 所以同學 操作股票 你要算籌碼 在這裡我看一下 同學要算一下籌碼 老師你的籌碼就是寫那個 外資投信自營商 誰講的 還有公司派在裡面 你們不懂 所以同學 該怎麼做 我們交換給懷恥 好 謝謝鍾翔老師的分析喔 台股現在是一天漲一天跌 走勢呢 是還蠻震盪的 到底在震盪格局之中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調整策略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之後有更詳盡的分析 歡迎回到標股及先鋒 鍾翔老師這段就要請教你喔 剛剛我們有特別提到 現在台股好像是一天漲一天跌 感覺到頭來是一場空啦 那各位投資朋友的手中持股 感覺好像也是沒有什麼漲勢的延續性耶 所以我們現階段到底應該要怎麼樣調整 手中的持股才可以比較安全呢 好首先喔同學要記得喔 第一個你手中的持股喔 沒有把握的就不要做喔 不要亂聽人家說喔 那一支股票是做教啦 同學萬一做不了教 就是摔到棺材板裡面喔 最近有很多同學看我的節目喔 我也跟同學講 我也跟同學講喔 在這裡看一下 10月24號我們當衝操作目標 有目標想要賺50萬 當然還沒有賺到50萬 真的沒有喔 沒有我們就不要講大話喔 但是我們只要確保 我們每一檔股票 買跟賣都是賺錢就好了 對不對 好同學我們來看一下 好就像華星光 華星光今天沒有低買很可惜 今天如果低買再衝一下喔 10張又是賺5萬 對不對 136啊142啊 對不對 欸老師其他股票都跌聽版耶 他沒有跌聽版耶 對不對 同學對不對 我在這裡100塊說可以買嘛 你也不相信嘛 對不對 啊漲到160了你拼命去買吧 160我們沒有買 我們就這裡做一下當衝當衝當衝 上個禮拜我有公開告訴你 我們買142嘛 那今天開盤加143.5 你有沒有能賣 也是賺錢 有一個同學跟我講 老師賺不多 因為他買五張 142塊買五張 賣143.5 五張賣掉對不對 手續費大概五毛多一點 所以大概賺五千塊 老師你說要賺五十萬 還差還差 股票喔 不是一天就可以賺五十萬 也沒那麼厲害啦 除非喔 除非你今天知道 哇136塊半 你一口氣買一百張 尾盤把它賣掉 賣得掉喔 七百多張喔 尾盤賣掉 你就賺五十萬了 但是你沒有我的口訊 我問你 你看到上全打到跌停板 你看到聯亞打到跌停板 我問你 你敢去買華星光嗎 不敢 不敢嘛 對不對 搞不好你看到上全跌停板 你看到聯亞跌停板 你去放空華星光 一百三十六塊半嘛 欸 我這樣放空等一下跌停板 同學 想太多 啪一下拉上去 所以 老師選股功率還是有一套的 對不對 還是有一套的 所以同學在這裡喔 老師跟你講 對不對 老師跟你講什麼 跟老師看盤零距離嘛 對不對 老師也跟你講嘛 沖沖熱嘛 一檔到兩檔 操作就沒有負擔嘛 我們就不需要做上全 我們不需要去做聯亞嘛 對不對 沒有把握的就不要做嘛 最近有很多同學 看我的節目成為我的粉絲之後 我講的股票他多多少少買一點 有來參加會員 今天很高興 有一個他說老師我要沖沖熱 今天他問我 今天盤中有問我 老師我這個喔 這個今天愛普三百零九塊的時候 他在這裡三百零九塊打電話給我 私賴 老師可不可以買 我說可以買三百零九可以買 最高是不是拉到三百一十二 要沖可以 我說你不要沖的話你就隔日沖 你要沖的話你就把它沖掉三塊錢 三塊錢不多啦 十塊錢三萬而已啦 但是不是重點 重點是明天會不會漲 對不對 重點在這裡啊 今天當沖會不會賺 也會賺 對不對 老師那明天四星還會不會漲 四星今天最高來到1975 四星今天是不是全場都沒有跌破平板 1880嘛 你看尾數是2是5是8嘛 老師到1980過不去嘛 老師那明天會不會過去 我不知道 老師你又說不知道 老師要怎麼樣才知道 來加賴 加賴就知道 加賴就知道了 四星跟創意喔 有時候每天的價差都三五十塊 蠻好做的 我們不打沒有把握的賬 那今天還有股票 有一些同學在這裡 今天有一個同學去 欸 今天有一個同學去衝這一隻呢 滑福 對不對 開盤價買75塊 老師你不要騙我 來我沒有騙你 我真的沒有騙你 來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今天 老師 滑福買75塊 可以充多少錢 78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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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出78 買75 同學 有沒有讓你驗證 有嘛 對不對 所以同學 在這裡喔 我們 有做的就有做 沒有做的就沒有做 不要在那邊吹牛 因為你如果沒有做喔 在這裡 參加會員 你可以打電話給我 你可以打電話給我 會員就有這個好處 別的老師參加會員 他們不會給你電話 老師 我會給你電話 對不對 今天有參加會員的 來看一下今天有參加會員的 依然 我在這裡公開告訴你的 就是這麼簡單 今天有參加會員的 我們在這裡 老師我是你的粉絲 對不對 是我的粉絲 都會打電話給我 同學 你的老師能夠辦到嗎 不行 我能夠辦到嗎 可以 所以同學 在這裡該怎麼做 跟老師零距離的互動 好不好 盡量跟老師零距離的互動 零距離的互動 我怎麼說 你怎麼做 你看到什麼 你告訴我 我教你怎麼做 這樣可以嗎 我怎麼說 你怎麼做 你看到什麼 你告訴我 我教你怎麼做 所以同學 同學 我們 衝衝了 又多賺一筆錢了 你要不要 明天可不可以做 明天會不會再跌個150點 還是明天會再漲150點 對不對 你不要猜 我會告訴你答案 好不好 所以同學 加賴 分享標股的攻擊模式 所以同學 在這裡 你只要打電話進來 我們會 詳細的告訴你怎麼做 我怎麼說 你怎麼做 賺錢 就看你的了 交換給懷恥 好 謝謝鍾翔老師的分析 那鍾翔老師是認為 目前現階段 還是還是比較震盪的 所以我們沒有把握的個股 就不要隨便買賣 那也提醒您 投資有風險 買賣錢還是要審慎評估 表股急先崩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謝謝